這個地方的話呢是 接下來就看那個VBA 那我的習慣是再複製工作表 那也許括號就是VBA 那未來我先DEMO一下 大家有個清楚吧 把這個範圍清掉 然後切割 這個字串切割這個是 只有切割一次的 所以按下去的話 全部都切割完畢了 但是切割完畢之後 在那個第七列的地方 他只切割一個 所以這邊的話呢 只有第一個會切出來 但是如果有兩個以上的話 第一個是 沒辦法辦到的 所以必須要第二個 那第二個的話呢 難度就比較高了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如果你有兩個以上的超連結的話 這個地方是兩個以上 包含就是可能你10個20個都沒有問題 那這個地方當然就會 比剛剛函數來的更加 提高他的效率 不過按下去之後 你會發現 他裡面到底做哪些事情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第七列 兩個都有 而且 中間也有加上換行 這個是最後的結果 所以會有三個按鈕 那怎麼做呢 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第一個 我們的需求 邏輯應該很清楚 那只是說呢 我該怎麼去做 那我們可以分階段來做 第一個當然清除 清除很簡單 清除就是把 B1 應該是B2 B2以下的 到最下面一列 把它怎麼樣 全部清空 清空的話呢 那我這邊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我把寫好的給各位 雲端上也有 第一個清除 清除的話 我是從 Range B2 就是 第二個 這個儲存格 就B2 S到B 最下面 那一個 我不知道 那怎麼辦呢 我可以 去用偵測的 從B2 往下去追蹤 追蹤到最下面一列 這個前面有做過了 然後呢 後面就加上一個什麼 點Clear Contents 這邊有個 點 其實你點下去 它會自動提升 你打一個CL 它會出現 Clear Clear是 包括那個格式也會清楚 內容也會清楚 那比較建議說 Clear Contents 那也就是按下清除 它會幫我把 剛剛切割完的東西 切割 切割出來 OK 把它把它清除掉 那接下來先講一下 如果說我今天呢 要按下它 它幫我切割 但是切割是切割一個 不是切割 第二個以後 那個超連結 那這邊要順便講一下 Find函數 在VBA裡面呢 它沒有一個叫Find函數 不過它有另外一個函數 叫做VBA 電 在 INSTR 這個我想在前一個階段課程裡面呢 應該 我好像有講過 而且在 只要是要做什麼 四串的搜尋 我都會用這個 INSTR 好像在那個 上個禮拜課程也有提到它 INSTR 他另外有一個 跟他很像的 嵐生兄弟 就是 INSTR是從頭 找到尾 另外一個 INSTR REV 是從 最尾巴 找到頭 倒過來查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第一個 要做什麼 第一個當然我要先告訴他說 我要 請你幫我做一件事 就是什麼呢 從第2列 一直到 最下面一列 在哪一個 欄呢 在A欄底下 所以 For I 等於第2列 一直到A2 一直往下追蹤 這個是一個範圍 回圈範圍 I有個FOR有NESS 頭尾到這裡 實際上就是 從這邊往下 第二個要做什麼呢 一樣的 我要知道 頭的位置在哪裡 所以呢 我會宣告 不是不用宣告 其實我會建立一個 變數 這個變數叫F1 F1指的是什麼 就是他開頭的位置在哪裡 那個開頭 那個開頭位置 我可以用那個所謂的 VBA 點INSTR 然後去找什麼呢 找 有沒有 光顧之後的話 我找什麼呢 找 A欄裡面的資料 那哪一列我不知道 我就打一個Sales 刮壺 哪一列 I列嘛 因為他是第2列第3 一直往下 豆點 哪一欄 A欄 所以A欄裡面幫我找什麼 豆點 找一個 什麼東西呢 就是找 後面先後刮壺一下 幫我找那個 這個 錢刮壺 實際上就是這個 錢刮壺 小於這個 然後呢幫我找找看 他的位置在哪裡 如果找 找到的話呢 那就幫我放在F1 OK 那理論上應該會找到 有F1 那尾巴的部分呢是F2 一樣的方法 那最後的話呢 我一樣利用什麼呢 利用那個有一個叫 然後 在VBA裡面 再來就是丟到哪裡 丟到 B欄的 同一列位置 所以是 B欄同一列位置 等於什麼呢 等於Mid 這個Mid 是VBA裡面的函數 幫我切割什麼呢 切割 A欄裡面那個儲存格 裡面的東西 然後怎麼樣呢 把 F1加1 這個好像跟前面那個在 函數裡面很像 然後呢 把F2 減F1 這個感覺上呢 就跟剛剛的那個函數 基本上 邏輯是一模一樣的 有沒有發現 所以以後如果你熟悉這種轉換的模式的話呢 那最後 就可以把我們這個部分的 功能寫出來 那寫完畢之後當然 你也不用急著直接執行 我建議你按F 儲標放裡面 按F8 F8 OK那當然你有些 裡面不知道你可以儲標放上去 第二列到605列 也就是他資料量其實還不算少 然後做什麼 去幫我找 F2 F1 145 有沒有跟剛剛是一樣的 然後呢 F2 是 209 那只要把什麼 209-145 再輸出到哪裡呢 輸出到這個格子裡面 我們用什麼 用密的函數 他幫我把所有的東西 這個是 145 再加1 146 因為我要找的位置 往後 加一個位置 那再來的話 就是說呢 我把 後面這個 前面 幫我切割到哪裡 切割到這邊 記得就是說 這個 把它丟出去 這個 直接執行就完成 OK 雲端上面 所以如果各位要參考的話 你可以從 雲端上面 雲端上面的程式碼裡面 的第一段程式 自串的切割部分 可以試試看 那清除的部分 好像沒有放上去 清除我把它放上去好了 當然 加不加按鈕 你可以試情況 自己在決定 到底需不需要 做那個 按鈕的部分 呢